为了让技职学生在校学习就能够实质的来操作机器人 上营科技日前捐赠了9支工业型机械手辈 给高雄及屏东员4件高职 并且洗手教育局、科技大学和台湾智慧自动化与机器人协会洗手 成立高频区机器人联盟中心 接轨产业的人才需求 无论是打撞球还是填装饮料 就连跟着音乐节奏跳舞 这些都可以透过机械手臂来完成 上营科技公司日前捐赠高雄高工6支工业型机械手臂 以及凤山商工、屏东高工和内浦农工各一支 总计405万 期盼借此缩短学用落差与产业接规 除了机器手臂之外 它底下有一些这种驱动控制 这些教导器以及电动夹爪 这整套算起来光这一套大概就要100多万 在全国针对机器手臂整个教学的部分 总共已经捐助80几台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持续为了这些同学在技职上面的这些操作运用上 能够跟产业界里头持续能够连结上面做努力的部分 除了捐赠机械手臂 也与教育局五间高职 两间科技大学及台湾智慧自动化与机器人协会合作 成立高屏区机器人联盟中心 共同签署MOU 携手陪力在地智慧制造人才 接轨产业人才需求 透过我们这里联盟中心的一个整个的开课 然后来训练我们的总指老师以及各校愿意修这样的课的一个学生 也能够到这里来受过训练 那训练完之后我们会给予他的证照的检定 然后让他得到秉级以及甚至于更高的等级 那未来到了拿到这样的证照可以到产业里面 大家看到这个就知道原来这个孩子有受过 我们的AI自动化的机器手臂的训练 那我想产业更希望这样的人才达到我们希望达到了学用合一的一个目的 教育局长谢文斌不仅感谢企业益助落实学用合一 也表示会持续加强学生专业技能 务实致用能力的培养 并深化产学合作 米评学用落差 当然技职教育就是要学用合一 我们希望学生学的东西马上能够到业界去用 那我们这次非常感谢雄工 还有几所学校一起跟上瘾科技来合作 那上瘾科技提供最新的这些机器手臂 还有相关的设施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 平中科技大学跟正修科大 两所学校跟雄工这些中心一起来合作 那我想这些除了硬体之外 有软体还有师资 可以为我们学生带来很多可以学习的这个机会 那也可以未来学用合一 马上就可以去就业 教育局表示 产业工具的挹注提供在地学子应用 与学习AI工具知识的机会 并藉由高屏区机器人联盟中心的成立 打造在地智慧科技产业人才培育基地 提升产业升级与国际竞争力 所以 我们这边